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生存今晚,我是老頭Automan 今天呢,我們來繼續我們的神話世界模組 不是神話世界,洪荒神話世界模組 那個呢,上一集呢,我們成功的把這個 普羅米修斯最強的兩大BOSS全部都弄出來了 最強的是左邊這隻嘟嘟爆王龍,可是我覺得他攻擊力真的還蠻弱的 但是官方是說他是最強的啦 但是呢,我個人比較偏好我們的這個 比較偏好我們的窮企啊 這一隻攻擊力真的遠比他還要高 然後飛行啊,論機動性 機動性 或者是說,論這個攻擊力 都有遠遠遠比這一隻嘟嘟爆王龍 而且以外型來看,也是這一隻比較好看 這隻感覺就像是,吊到什麼焚化爐焚燒到現在還沒有熄滅的那種感覺 這個火焰,這應該是他的毛吧 他的毛怎麼被炸成這個樣子啊 每次看都覺得不太好,我覺得這個有點太過了 就是特效做太過了,反而沒有辦法展現他原本的型 這個就是還蠻失敗的 你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吃過那個雜蝦 那種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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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那種吃便當都會有那種什麼 雜蝦飯啊之類的 感覺就像是一隻雜蝦 雜蝦霸王龍 做得太過就不好看了 還是我們的 我們的這一隻窮騎比較好看一點 那個是上一集 我們成功的,成功的擊敗了這個 這個最強boss啊 不過呢,這只是普羅米的 普羅米的模組啊 接下來今天呢 我們要來好好的玩一下我們的神話了 神話模組 我們的神話模組真的是耽擱太久了 因為沒辦法 本來早就要開始玩了 但是因為後來的作者,你也知道嘛 之前都看了 有看過我影片的人應該都知道嘛 就作者後來不做了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模組轉讓給別人 在這個中間的途中呢 這個模組曾經一度消失了一陣子 都來不及玩 然後就這樣子消失一陣子 現在今天終於有辦法好好的把玩一下他們了 然後呢 也終於知道如何獲得這些珠子了 就是讓他壞掉 那一定會說老頭 可是要等他壞掉一次一顆也太慢了吧 老頭在這邊教你們 如果你們有在玩的人呢 覺得要等他壞掉實在有夠久的話呢 老頭這邊有一個方法 就是呢 對著這個物品有沒有 按右鍵 之後呢 他們在下面有一個拆分堆疊 你可以選擇分出一個 或者是分出一半 或者是拆分所有 或者是特定的拆分數量 如果呢 你拆分所有的話 他全部都會列成一格 那列成一格之後呢 相對的嘛 就等於說 現在195格吧 那195格每一個都正在進行 進行的 進行損壞中 然後呢 相對的進行損壞中 之後他就等於說 一次壞195格 馬上就可以獲得大量的珠珠了 這個老頭早期呢 在做斧肉的時候 也是用這種方式 如果聽不懂的話呢 自己去試試看就知道 我在講什麼 好不好 好吧 那我們現在呢 材料也充足了 195格這個 很像紙張的 這個叫做 東煌中 195格東煌中 211格神話珠子 好 讓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可以召喚什麼 呃 我們現在來召喚一個 比較簡單一點 好不好 像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 凸鷹吧 阿 巨我 欸 是凸鷹嗎 這上面寫阿根廷耶 沒關係 我們來召喚一隻看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阿根廷巨鷹好了 我們現在材料非常的豐盛 其實 想玩幾隻就玩幾隻有沒有 呃 我們現在再來順便看一下 欸這是什麼 呃 易特龍 哇我們不夠耶 哇 這個易特龍 感覺蠻酷的 那這是什麼 欸 這個是 這個是 蜜蜂 蜜蜂 霸王龍 哎呦 霸王龍要66個阿 還有什麼 唉呦 這個是什麼 召喚祭壇嗎 他說可以召喚一隻 一隻 一隻獅尾蝦 這需要的材料其實還可以耶 照一隻看看好了 好 我們就先囉 我們先來看這兩隻 來來來來 我們先來看這兩隻 我們先跑到 阿算了 直接在這裡打好了 反正 應該不會 應該是直接馴服吧 果然 果然直接馴服 我們看一下阿根廷 唉呦 毒系的阿根廷 還讚讚的喔 應該不用鞍嘛 欸不用鞍耶 欸好酷喔 欸這個還蠻帥的 這隻阿根廷做得不錯喔 他後面背面做一個平台 在上面讓我這樣子做著 一個免費的鞍的那種感覺 這隻阿根廷蠻酷的 看一下右鍵 西鍵 他好像沒有其他特殊攻擊力耶 你看一下血量 啊 攻擊力 哇移動速度一次加25 移動速度一次加25 咬一下 咬一下就掛掉了 這是什麼東西阿 啊 這個是月月阿 攻擊他看看 咬一下立即暈眩耶 哇 太棒了 哇馬上暈眩耶 毒細的可以直接暈 阿我們身上沒有食物 天阿 呃 欸你有魚肉阿 你會不會吃魚肉阿 不行要等他飽食 我直接在開槍射他好了 阿 阿我忘記了 我把麻醉槍的子彈全部放進去了 阿哈哈哈哈 會暈是沒錯啦 阿但是他沒有麻醉槍的附加能力阿 麻醉槍的附加能力是 可以馬上 馬上讓敵人 阿 保實度下降為0 阿 不同不同的差別在於這裡阿 所以說我們還是拿槍射感覺會比較好 阿我把所有的東西全部放到倉庫裡面了 阿有點小麻煩 阿我們最 還是還是得帶一點 有用的東西在身上阿 阿不然到時候用用不到 還蠻麻煩的 阿 來 我們去馴服那一隻 阿 飛太慢了頂個300好了 阿有有有有感有感 非常好 阿 看一下血量 哇血回超快的耶 哇賽 攻擊力也是超屌的耶 哇如果這個要拿來馴服 馴服一些恐龍 不能頂攻擊力太高耶 會直接秒殺耶 秒殺就沒用了 我們再射一箭 有了有了有了 直接降寶石度有沒有 降寶石度都在狂吃 有沒有要狂吃阿狂吃 有有有有有 起來吧 神話月月 哇嗚 看起來呆呆的有沒有 也是一樣自帶鞍 跳好高喔 那邊有一隻老虎 我們上一集介紹過老虎了 所以說我們不用抓他了 把他殺掉 咬死你 哇他哪一招阿 他的攻擊是連段性的耶 因素投擲阿 這麼窄 他沒有特殊能力 他只是跳很快很高很快而已阿 這是我們的月月 可以把他抓起來嗎 抓看看 不行太大隻了 欸這隻老虎可以往後飛耶 哇那機動性很夠阿 好用好用 短小金幹阿 有一些不好 有一些像是 像是這個 這個誰阿 像是這個窮騎阿 太大隻了 有時候不太好操作 像是你要進行就是 捕捉一些小型的獵物的時候阿 太大隻反而不好進行 像這種這麼體型這麼小 其實就很好進行 速度很快 又乾淨俐落 你看差那麼多 一大一小拉跟鐵 阿對阿 我們現在物品呢上面還有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這一隻 一樣是毒屬性的 喔 立馬馴服 看看 525級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三千九百萬 感覺他們兩個好像兄弟喔 欸不對喔這隻比較小隻喔 阿這個是 這個是小孩子 阿這是小孩 哇我的天阿 負重還蠻高的嘛 阿不過就是飛行比較慢而已 飛超慢的耶 右鍵 右鍵沒能力 左鍵普通攻擊 C鍵 唉 外觀 外觀裝逼 喔 哇一個怒吼死了一堆 好可以點移動速度了 他這移動速度讓我不舒服 血多而已阿 飛太慢了吧 這隻沒有他老爸搶阿 這隻沒有他老爸搶阿 他老爸這個移動速度快的跟什麼樣 你只是帥 帥拿來裝逼的是不是 這隻 這隻其實阿 是窮奇的守護神 好的 我知道了窮奇守護神 我要走了再見 好 好 然後我們上面為什麼那些飛在空中都不下來阿 為什麼 算了不管了 我們繼續看我們繼續看 我們還有很多材料可以召喚 等等 這邊還有雷龍耶 這還有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忘記了 這個叫什麼 阿 這個是恐熊阿 恐熊阿 我們這邊還有飛龍耶 只要三顆竹子而已 怎麼那麼奇怪阿 照玩一下好了 這邊 這邊也有飛龍耶 有兩種版本的飛龍阿 天阿 我們剛剛是這隻阿 我們在弄這隻飛龍好了 來 我們來看這兩隻飛龍長什麼樣子 哇 這邊還有嘟嘟暴龍龍 好 這邊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來著 怎麼這是圖案看不懂阿 這是什麼 啊 施救獸 這是施救獸 它上面寫的是施救獸 喔 不是施尾蟹喔 是施救獸喔 好我們這邊還有兩隻 我們到空地看一下好了 我們把我們的 我們飛遠一點阿 我們這座島 根本就是英雄集餘阿 各種BOSS 沒有人敢入侵我們這個地盤了吧 光看就是嚇死人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 恩 這是直接 要直接打是不是 喔我嚇死我 我要直接打 阿就一般的噴火龍阿 它寫困難 我可以騎嗎 欸不行耶 這是召喚出來尻的阿 召喚出來打的阿 而且可是重點是它不會動阿 它召喚出來幹嘛又不會動 把它咬死 直接打吧 怎麼作用 啊 變作用 2 回匯 2017 Why 媽的 你知道老人家心上很小一顆 你有必要這樣子嚇人嗎 而且我們還解鎖表情是怎麼回事 要輕輕抖一下 噔噔噔噔噔噔 那我怕是你 我知道你們應該也嚇到了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 就是被嚇到了 我們來獲得表情 表情 邪惡 吼吼 嗯 我要怎麼做表情 表情 邪惡 嗯 這怎樣啊 蜜蜜蜜喔 小拇指很好吃嗎 還有什麼 我們剛獲得了那個什麼表情 火雞 哈哈 我們是獲得邪惡跟火雞嘛對不對 好啦 就這樣而已喔 打爆他獲得表情 這麼鳥喔 好不好這就是拿來挑戰的 然後打到打爆他可以拿到東西 就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隻 哇塞 這隻非同小可啦 哇這個 這全身長腫瘤喔 粉紅色的 這隻我好像以前介紹過喔對不對 這隻我好像以前介紹過喔 喔 喔唉唷喂啊 這隻也會用抓的喔 也可以抓 抓 抓 抓恐龍欸 那個抓不起來啊 抓 不行 抓不起來 哇塞 不過我覺得他聲音有點大聲 有點吵 有 有 有 兩千五 喔兩 兩千一 喔那邊有一隻快樂嘛 喔那邊還有一隻阿龜 喔賽 我沒有仔細看這一隻叫什麼名字 不過他看起來粉紅粉紅的 喔讓我想到 他應該是母的吧 喔他上面有寫 神話 Dragon Dragon 呃 啊不會念 喔 好像是 呃 皇后的樣子吧 是不是 啊不知道欸 總而言之呢 這隻怎麼長那麼屌啊 看起來不錯啦 不過我覺得他這個 身上這個 紅色的 很像大理石 還是什麼 結石的東西 感覺就好像幾千年沒洗澡 啊 黏在身上 啊該去洗一下了啦 真的 看到你這樣子我都難過了 你還是洗一洗好了 好不好 這是 佛要精裝 人要衣裝嘛 龍也要裝啊 你沒有裝 你會被笑死啊 我的天啊 看來還要做很好玩 欸 請你停下來 齁 你就給我乖乖的落地吧 你 讓我上去 喔好吵好吵 我討厭很吵的龍 尤其像是你這樣吵死人了 閉嘴 不要吵啦 乖乖的安靜一點 知道嗎 好吧 我們今天東西也蠻多的耶 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介紹完耶 太多了太多了 好吧 我覺得時間還是有限啦 我們的時間有限啦 我覺得我們今天還是先到這裡 今天內容差不多到這邊了 讓你們看一下這個新恐龍長什麼樣子 個人呢 今天的評比呢 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我們綠色的阿根廷 其他的我其實不是很喜歡 原因其實非常的簡單啦 外型還可以 但是呢 我覺得外型 外型要有這是一定的嘛 但是呢 機動性跟攻擊力也要有啊 你怎麼不能說像你看 這個絲尾蝦長這麼帥 對不對 他有外型是沒錯 但機動性差 就完全是弱掉了 我覺得還是我們的阿根廷最讚的 是吧 你看 機動性高到下了 還可以往後飛 雖然沒有什麼魔法攻擊 但是呢 攻擊力也是可缺可點的啊 還是我們的阿根廷最讚的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窮騎也是很讚啦 只是太大隻了 有點不好操作 好不好 那麼今天內容差不多到這裡為止啦 我們下一集呢 一樣是繼續介紹我們這個 神話模組裡面的恐龍 然後一次把他介紹完畢吧 如果有機會的話啦 好吧今天影片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給訂閱 右下角給喜歡 或者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神話模組介紹再見啦 掰掰 散發 prac 變 賣 人